好 首先欢迎一个同学来到我们清真教育晚上的一个VIP免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杰克的一个主讲老师 我叫自由 本杰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 是我们的一个爬虫啊 爬取是我们虎牙的一个视频内容 对 然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个环境的话 是Python 3.8的一个几时系 编辑器的话是用了我们的一个拍卡 这两个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现在学Python的话最好是安装这两个环境啊 你说用VSCode的用SumbleEye对吧 或者用Spider可不可以 当然建议是用PyChart 因为PyChart的话是比较好用的 然后版本的话建议是使用Python 3.8这个版本 是相对而言是会更加稳定一些的 然后模块的使用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模块和R1正在表达式 这两个模块 然后Request模块的话是需要大家去安装的 因为我们Python里面 它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第三方模块 这些第三方的酷的话 就是需要我们自己手动在CMD里面 输入我们相应的一个安装命令 进行一个安装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需要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环境 我在想爬别人软件犯法 爬别人的软件不犯法 爬软件也是可以的 爬APP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客户端码 都是能爬的 OK吗 然后给大家几个听个建议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话 有些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我现在是零基础刚学的 能不能听懂今天的课 对不对 那既然 如果说大家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可以直接在公屏上面提问 哪一个代码不清楚 哪一个操作不明白 都是可以进行提问的 毕竟我们是一个直播课程 有不懂的话都可以直接问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不要跟着敲代码 先听思路 课后找我们 近期老师需要 录播 要录播再写代码 如果说大家到后面听课的同学比较多的话 对吧 大家有这个需求 我也可以把代码发给你们 好不好 爬APP系统课程会交 对 对的 对的 好吧 是的 社区版可以吗 社区版可以 做爬虫的话 你用社区版是足够了 够了够了 也行 好不好 那正式讲课之前的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 问一下各位同学的一个学习情况 零技术同学给老师扣个零 有技术的同学给老师扣个一 好不好 有技术的话 是代表你会一定爬虫 会写一些简单的一个爬虫程序 那大多数同学都是零技术 零技术的话 就给大家讲的细一些 好不好 给大家讲的详细一些 仔细一些 慢一些 我依旧在四月上面的一 同学你怎么这样子 你怎么这样子 你已经跟四月已经勾搭上了吗 你已经和四月勾搭上了吗 昨天那个山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山去哪了 可能因为今天不是四月老师 所以说山没来吧 那上课之前的话 给大家说一下 本节课的一个上课流程 这个上课流程的话 也是我们爬虫的一个 基本思路流程 对我们爬虫 基本的一个思路流程的话 我相信很多同学 应该都知道吧 对不对 像我们的一个萧同学 还有我们那一个心罪同学 应该知道吧 萧同学 主要是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的话 就是我们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这个来源分析的话 就很多同学 我昨天吧 我今天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学员 他说 老师 对吧 为什么你们讲爬虫的话 一开始不写代码 一开始都是在那里找数据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做爬虫的话 你不知道数据来自于哪里的话 不知道数据来源 你就没办法 实现一个抓取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首先第一步的话 就要去分析 分析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数据内容 来自于哪里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今天是爬的视频 所以说他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和他的一个标题 是在哪里可以获取到 这个是我们要去找的 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第二步的话 才是我们的一个代码 实现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是一个步骤 那么首先来分析一下 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分析数据的话 那我们就要先进入到这一个网站 进入到这个页面吧 F112对吧 同学已经开始剧透了 像我们有些同学 听过几次课的都知道 首先的话我们F112 那F112的话是什么呢 F112不是网约原代码 这个F112 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F112打开开发者工具 然后选择的是这一个Network 这个Network的话 它的中文意思叫做网络面板 也就是我们抓包的一个地方 网络面板 也是我们通常 对吧 抓包的地方 对吧 抓包的地方 抓包抓的是什么 右键检查也可以 对我们有些人说 右键检查也行 右键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然后选择Network 也是OK的 刷新对吧 有同学来了 刷新 好的 那我就刷新一下 如何把工具横屏 这里 这里是可以选择的 这是在右左边 这个是在右边 然后的话 这个是在下面 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的 在这里 好吧 然后我们刷新了之后 它是不是给我们加载了 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内容 既然大家都知道的话 那我们 那我就来问一下你们了 可以改成中文来的 这个面板 如果说你要中文的话 你就用那个嘛 你就用什么 用那个火壶啊 火壶浏览器 它是中文的 谷歌它是英文的 OK吗 那我们第二步呢 我们已经刷新了 刷新之后 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 这个视频内容 对不对 那我就要去 在这么多的数据包里面 去找寻我们想要的 那一个播放地址 那怎么找 前面那位同学 新最同学 和我们的一个 高速鹏同学 还有我们次人同学 前面都是有 给我提前剧透了 那到这一步的话 那怎么去做呢 这一步的话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的话 有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因为数据包比较多嘛 可能说 我只要它的视频 那我怎么知道 视频从哪里来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 下面这一排 我们那次walk 下面这里有一排这个东西 这一个玩意是啥子 这一排的话 它主要的一个功能 是一个过滤筛选的 筛选的一个功能 它是把我们每一块的 一个数据包的一个类型 进行一个分类储存 像all的话 第一个 就是所有的嘛 就相当于我们 所有的一些数据内容 数据包 都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XHR的话 它这些主要是一些 大部分都是一个 阶层数据 阶层数据 或者说是一个 动态加载的一个数据 然后JS和 JS和CSS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JS的一个代码 和CSS样式的一些代码 是放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IMG的话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图片 这个IMG就是图片 然后我有一个medio 对medio的话 它是什么 它就是媒体文件 不是美图啊 是媒体文件 像我们的一个音频 和视频文件 音频的一个数据 和视频的数据 就在这个medio里面 然后Font的话 就是字体啊 Font是自己 Doc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档 WS的话 就是我们的 WebScout的一个数据内容 好吧 我们一般的话 你们最多用的话 就是前面这几个 前面这几个 给大家几个图 发给你们看一下 EDG也行 也行 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么要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的是 一个视频嘛 我们是不是要一个 视频数据 那我就直接选择 这个medio嘛 对 在medio的话 medio里面就有 我们想要的一个 视频地址 这三个视频是一个 这三个地址 都长得一样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网页的 数据内容 就这个视频的 一个播放地址 那我可以把 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在一个新的 浏览器中 这个给它关掉了 是不是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一个数据内容了 就在这里面 刚来 下面是用了什么工具 开发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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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一眼 提升心脑 还行吧 还行吧 看的比较多 所以说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找到 我们的这一个 视频播放地址了 那我们找到 视频播放地址之后 足够了吗 那肯定是不够的 肯定是不够的 第一步啊 来给大家说 简单的一个分析 第一步 通过我们开发者工具 Network Network 里面的一个什么 Media 找寻 我们的一个 视频播放地址 我们想要的 就是找寻 视频播放地址吧 我们找了 播放地址之后 第二步 是吗 去分析 这个视频播放地址 是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我们要一步一步 去分析啊 这是第二步 那我想要知道 它这个视频地址 从哪里来的 怎么办呢 教给大家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要用一个搜索的 工具名 软件名字叫什么 这是浏览器自带的 它的名字 就叫做开发者工具 就叫开发者工具 好不好 然后的话 我们选择复制 点MP4前面这一段 复制这一段内容 然后点击一下 这个搜索的一个功能 把我们刚刚复制过来的 粘贴上去 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呢 它就会给我们 返回相应的一些 数据内容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的话 其实就是这个 get a moment content 就这里 这里面 这个数据包里面 就我们想要的一个 视频地址 当然你不确定的话 那你可以多看几个 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多分析几个 对吧 你看这个 它是没有数据的吧 那你看这个 是不是 好像也有一些东西 是吧 也有一些东西 都是可以这样子 一步一步去分析的 但我们实际分析之后的话 你可以知道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的话 它是来自于这里面 可以给大家点一下preview preview的话 就是预览的一个意思 也给大家解个图吧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开放手工具里面 一些简单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预览 预览的一个意思 然而Response呢 它就是想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还有我们这个Headers 这个Headers的话 就是我们有一些什么 请求地址啊 请求方式 对吧 然后请求投 响应投 这些数据 都是在这个Headers里面 然后中间这一个的话 是什么 都是我们的一些请求参数 中间这个的话 是属于一个请求参数 请求参数 老师再念一半 什么 再念一半 什么意思啊 那这里面的话 就我们想要的一个 给它展开看一下 展开之后的话 它有一个video info 在这个video info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地址 这个是原话的 第一个是原话的 这个是超清的 里面也有一个URL地址 这个URL地址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MP3的一个 MP4的一个播放地址 就是我们视频的一个播放地址 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 对 我们去分析的话 就在那里面去分析的 然后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标题的话 它在这里面同样也是有的 看到没有 title title的话就是标题的意思嘛 也就是号这一口 这就是它的一个视频标题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第二步去分析之后得到的一些东西 分析得到之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干嘛呢 还是要去看一下 这一个headers 看headers我们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 请求的一个URL地址是什么 和请求的一个方式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一下的 去看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说特别的在意啊 看一下 然后这下面的一个 是它的一个请求参数啊 请求参数 如果说我想要爬一个视频的话 那就是对于这一个URL地址 发出一个请求 然后直接获取它里面 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就好了 获取这些数据 这就是浏览器自带的功能 对 就浏览器自带的功能 好吧 那我就先教大家怎么去爬一个吧 先教大家怎么去下载一个 好吧 那下载一个的一个 步骤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 就是发送请求 对于我们刚刚找到的一个数据包 视频数据包吧 视频数据包 发送请求 这个URL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所找到的这个网址 我直接复制给你们吧 有些同学可能说找不到 我先复制给你们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是获取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是哪一个呢 就获取的是这个response这个数据 就是获取服务器返回的这个response 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第三步的话 就是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内容 提取我们想要的内容 我们想要的什么 视频的一个标题吧 和视频的一个播放例子 对这些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第四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 把视频内容保存到本地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实现的一个步骤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四个步骤 最基本的一个四个步骤 然后去分析思路的一个来源的一个过程 也是这么去分析的 好不好 前面这些思路都跟上的同学 可以给老师刷个鲜花 如果说有不清楚的话 可以问一下 老师你是怎么找的 对不对 有不清楚的话 你们也可以问一问 都听明白的话 没有问题就刷个鲜花 那我就开始写代码了 第五步 查看保存下来的数据 对 好像没毛病 是吧 第五步查看保存的一个视频数据 很对 那我们就开始写我们的一个代码了 首先的话 发送请求 对吧 我们第一步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就需要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 我们的一个response request 这个模块的话 对吧 我们先导入进去 导入之后的话 它是呈现一个灰色的一个形象 灰色的话 表示你没有使用 你导入了 但是没有使用 它就是一个暗淡的一个状态 不是说你有问题 OK吗 然后呢 我们要确定一下URL地址 我们的这个URL地址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URL地址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要不要加请求头 这是我们确定啊 确定请求地址 第二步 是否要添加呢 还有需要加上一个headers请求头 这里我还是比较习惯性的加 无论说这个网站有没有反爬 它的是静态网页还是动态网页 我都是比较喜欢加上一个headers请求头的 因为这是对人家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啊 最起码的尊重 因为headers的话 它主要是作为一个伪装 把我们的一个什么 把我们的一个pysm代码 伪装成我们的一个浏览器 发送请求 像如果说你不伪装的话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相当于你不穿衣服 在街上裸奔的那种样子 你把这个headers加上去的话 就相当于给他穿个衣服吧 让他稍微的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那这个headers去哪里找呢 就在这一个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包里面 在开发子工具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headers headers里面的话 它有三个 一个是genery 一个是responseheaders 这前面的话 主要是看我们的一些请求方式 请求的一个URG字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头 然后下面这个 才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requestheaders 才是我们说的一个请求头 然后请求头里面的话 它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字段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要 我只要什么 我只要一个user agent就够了 只要这个UA就够了 为什么只要一个UA呢 因为这个user agent 它就是代表着 浏览器的一个基本身份标识 像我这一个浏览器的话 是谷歌浏览器 是97版本的 都是有显示的 并且是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对吧 它都是有显示的 好不好 意思不加那一个会被反爬 对 有可能被反爬 不加的话 不加headers 可能会被识别出来 识别出是一个什么 爬充程序 所以说我们要加 cookie不需要吗 一般情况的话 你要看情况 像这种网站的话 不需要加cookie 不需要加cookie 可以吧 然后的话 我们再来发送请求 request 点上我们的一个get请求方式 get的一个请求方法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URL 以及headers 给它传进去 最后的话 用我们的一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给它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这一行代码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request 模块里面的一个get请求方法 对于我们的一个URL地址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并且携带上headers 请求头伪装 最后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一个response 变量接收返回的一个数据 这就是我们62行的一个代码意思 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打印一下response 我们直接运行看一下效果 它给我们返回的话 就跟我们在开发者工具里面 所看到的这个response 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 为啥什么是为啥 就是cookie少加为啥 表示连绩成功 对是表示连绩成功 200请求成功了 对的呢 这个200的话是一个状态码 还是很多同学都知道的 200是一个状态码 表示请求成功 请求成功 OK吗 然后呢 这个response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 响应对象 响应的一个对象 这个response的一个意思 它就是回复响应的一个意思 回复响应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兼括的话 是一种数据类型 就是我们对象的一个意思 说明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没加嗨的事 也可以请求成功 对啊 我说了呀 你可以不加 但是对于网站 最起码的一个尊重 对于网站 最起码的尊重 好吧 加一下 加一下 所以说无论说 我是爬静态网页 还是动态网页 它是有反爬 还是没反爬 我都是会加嗨的事的 这是最大的一个基本尊重 然后如果说 我想要获取像这样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 我应该怎么答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你如果说你谷歌F12是中文的话 你可能下载的是一个双核浏览器 你可能下载的是一个双核的浏览器 你可能下载的是双核的 那个盗版的 好吧 可能是啊 可能是 那如果说我想要获取像这样的数据的话 那我应该获取的是什么 第二步 获取数据 这里重点 一个小重点 一个小知识点来了 瑞斯邦斯点什么 点什么 有同学知道吗 我点接生行不行 这像不像一个接生数据啊 同学们 不知道 不知道我先来运行一下吧 你们可能有些同学不太清楚 可以是吧 来运行一下 报错了 报错了 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会看到这种数据 像这种有花括号的 看的是比较像一个阶层数据 像我们的一个字典数据 但是如果说你直接去获取它的一个阶层的话 会报这个错误啊 很多同学 N多个同学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非常多 非常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阶层数据 为什么它不是完整的呢 来我们可以先获取一下它的一个text看一下 获取它的一个文本数据看一看 对不对 它是不是多了一个内容啊 多了一个JQuery加上前面这一段参数啊 按正常的话 我只要中间这一段内容 它是不是多了一个这个玩意 是吧 有同学知道啊 听了听过几次课的同学都知道 这个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为什么会多出这个没用的东西 原因在于我们请 我可以给大家解个图 在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里面 有一个callback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在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里面 多了一个callback 如果说我不想要这个玩意的话 那就可以干嘛呢 把请求的一个URL里面 把这个callback给它删掉 把这一段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诶 直接再运行 就可以获取节省了 我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获取节省了 诶 可以吧 这节省和text有什么区别啊 response.text 是获取的响应体的文本数据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数据 然后response点上我们的一个节省的话 它是获取的什么呢 获取的是响应体的节省字典数据 返回的是我们的一个字典数据类型 它两种数据类型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直接获取节省的话 对吧 你需要把里面的这个callback参数 给它删掉 不需要 把它删掉就好了 然后这里的话 也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字典 导入我们的一个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p print 格式化输出的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不需要大家去安装 用我们的一个p print里面的p print方法 用p print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p print方法 把我们这个response点上一个节省输出出来 它输出之后的话 就会有一个展开的一个格式效果 对吧 就把这些数据给它展开了 原本我直接printer打印的话 它是在一行里面 如果说用p print打印的话 它是有一个展开的效果 对于我们之后去解析数据 会更加的方便 OK吗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的两个步骤 第一步发送请求 和第二步获取数据 有没有哪行代码不太清楚的同学 都OK的话 就刷个鲜花 有不懂的话 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哪一行代码 没有是吧 OK哦 Kobeck怎么删除 怎么删除 选中 对吧 你怎么删除 我怎么说呢 用这个 用那个删除符号 你这个A对吧 打出来你删掉 你不就是这样删吗 你不就是这样子删的吗 怎么删除 就直接删了 就直接删了 删除的内容怎么删 就把所有的内容 Kobeck那一段参数都给它删掉 都给它删了呀 就都给它删了呀 怎么删除 就把这一段内容都给它删了呀 那我们第三步 解析数据 对吧 就直接删了呀 这个删除 那我 那这个我 对吧 那我还要咋讲 就是把这一段内容给它删了就行了 它里面不是有一段参数吗 直接把这段参数给它删掉就好了呀 就没有其他的了呀 而解析数据啊 因为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是我们的一个 节省字典数据嘛 得到的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字典取值的话 怎么去 就是根据我们 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吧 冒号 冒号左边的内容 提取冒号右边的内容 右边的内容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说我想要这边的 对吧 要这些内容 那我就首先要取这个data 我取了这个data之后的话 它给我返回的就是这边 就是我们4月昨天跟大家讲的 就脱衣服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看了这个preview 就相当于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里 我想要的一个视频数据 或者说标题数据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按照原本的话 它是这样子给它包裹起来的 就给它包裹起来的 如果说我要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不是脱衣服 就相当于剥洋葱一样 一层一层往里面取啊 一层一层往里面取 先取它的一个data 取了data之后的话 它返回的一个数据 就返回的是什么呢 我们展开的这个数据内容 就返回的是展开的这个数据内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冒号右边的这些数据 可以给大家试着取一下 看一看好不好 我先用个title的一个变量 接受一下 Response点上一个Jason 取什么呢 先取这个data嘛 它返回的就是右边的这些内容 对不对 返回右边的内容的话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 然后我再要取里面什么呢 取moment 就相当于把这个moment给它展开 取这个moment 给它展开了 对不对 展开之后的话 我要里面的什么 我要这个title吧 要这个标题 那我是不是直接取这个title就好了呀 那我直接取的话 就取这个title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得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标题了 看到没有 也就号这一口 这样子就得到了呀 这就是一层一层往下去啊 一层往下去 就相当于把这个数据 一层一层展开一样的 那如果说我想要它的一个 video的一个URL地址呢 视频的一个URL地址 对 也是response 点上一个接上 那我首先的话 对 那我们重新再来一个 再来过 好吧 按开开始的话 也是这样 先取data 那我这里的话 也是先取data 然后呢 再展开这个moment 再取这个moment 把这个moment数据给它展开 展开之后 我要的一个视频数据 是不是在这个video info里面 那我再取这个video info OK吧 然后video info的话 然后取到下面 我想要的数据是在哪里 在这个definition里面 在这个definition里面 那我再取这一个就好了 取这一个 再取这个 然后呢 然后它的0 对应的是原话 1对应的是超清 然后2的话 对应的是流畅 那如果说我要超清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取个0 对 取个0 有同学 为什么这里不加引号吗 有同学知道 为什么我这里不加引号吗 就你前面老师 你前面都加了引号 为什么你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不加引号了呢 不知道 同学你很直接 对吧 你很直接 我很喜欢 不知道是吧 有没有知道的同学 是吧 我为什么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0 不加引号了 原因在于 你用一个宿主 你为什么不用list呢 你为什么用一个宿主呢 对吧 你要说宿主的话 它也没毛病 它也没毛病 对吧 其实的话 按正常的话 我们说它是一个列表 因为这是一个中括号 看到没有 中括号的话 是什么呢 列表 列表 然后这个0的话 是对应的 是锁引位置 锁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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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要的是自不算 因为你不想加 不是我不想加 对吧 你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不想加 你加的话 它会报错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报错的一个意思 好不好 给你们看一下 你加的话 它会报错 报错是什么 来翻一下 列表的锁引 必须是整数 或者是切片 而不是自不算 类型错误 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 我们取了这个字后 我们取了这个字后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数据内容 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 你要取里面的数据 你要取 根据它的一个锁引位置 取值的话 你只能是个整数 或者是切片 切片是什么样子呢 切片的话 比如说你要取后面的 1后面的 这样子是个切片 对吧 你要取锁引的话 它就是一个什么 0 我取第0个 就第一个元素 就是0 然后再取里面的一个URL 后面就是一样的了 后面就是一个URL 原因在于这里 原因在于这里 不是说 我不是 因为我不想加 不是因为我不想加 对吧 因为你不加的话 你加了的话 你会报错 你会报错 要的是5串 你这个要的是5串 不太 它这个前面是表示的是 是5串 我们后面的话 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 是因为根据它的一个 索引位置 这个的话 是关于列表取值的 一个问题 不是说它是 其他的一些东西 好不好 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了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 对于这个地方的话 为什么 突然之间 你不加 不加引号呢 不加引号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好 这样子的话 我就获取到它的一个标题 以及它的一个视频地址了 来 直接运行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播放地址 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OK 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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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就接着来 有没有问题 这个解析应该是没问题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四步 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的话 也是需要干嘛呢 也是需要发送一个请求 获取数据的 也是需要发送请求 并且获取数据 这个获取数据的话 它就有讲究了 因为我们保存的是视频 所以获取的是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我们前面 点text 是获取的文本 点json 是获取的字典数据 那我们这里要获取 二进制数据的话 那就是response.content 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获取 二进制数据了 这个同学说得很棒 来我直接复制它代码了 代码都不用写了 对吧 那你为什么这里不加个UR等于呢 对吧 又省了我一部分时间 这个自由分享同学就很棒 对吧 那我直接给大家回过来 然后video.content 打错了 video.content 用一个变量给它接收一下 是吧 来直接复制了我们自由分享的这行代码 这行代码的话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获取数据 获取了它的一个二进制数据 然后进行保存的话 就用我们这个visopen 进行个保存 给它一个文件夹吧 给它一个video的一个文件夹 再加上呢我们的一个文件名 加上我们的一个文件后缀 mp4 保存方式modal等于一个wb is我们的一个f f点上一个write 把我们的一个video.content 给它写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数据保存了 那最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干嘛 print打印一下 什么某个这个视频内容保存成功 保存成功 可恶啊被装到了 可恶啊被装到了 可恶啊 是的可恶啊 居然被它装到了 来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来运行一下 对啊所以说啊我们 运行之后 哎报错了 老师你怎么这样翻车了呀 哦翻车了呀 这不得行啊 为什么会翻车了呢 为什么会报错了呢 这也是各位同学 遇到过最多最多的一个问题 对吧 很多同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经常会问 十个同学里面有八个同学会问这个问题 老师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那种复制代码的 在网上抄了一个代码 然后报这个错误的是特别多的 不是文件名 这个不是文件名 这个是什么呢 文件夹 我找不到这个路径或文件 no such fail or direct 对吧 Directory 哎这怎么念来的 我人傻了 还要秀一波音乐 结果把自己给修杀了 Directory 对吧 就是没有这个文件 或者是路径 没有这个文件 或者路径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夹 没有创建 那创建的话 我们可以干嘛呢 来一个传统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方式 来自动 手动创建一下 给他一个video 对吧 给他一个video Import OS 那我就不用OS 好吧 我就不用OS 对不对 我不用 我不用 是吧 很传统 传统手艺不能丢啊 传统手艺不能丢 来再运行一下 保存成功啊 来我们这里面 就有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点击播放一下 就得到了 就一下就得到了 太简单了 这就是爬一个视频的 就我们Python 去做爬虫的一个步骤 爬一个视频 简单吧 是不是so easy so简单 这个知识也不错啊 说实话 迅雷老师分享点学习资料啊 为什么现在看到迅雷 都是想到这种呢 不应该是 对吧 因为这个播放器比较好用啊 这个播放器比较好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 获取一些数据的话 对于某些特定格式的一些 对吧 后缀的一些播放的话 它播放不出来 所以说用这个播放器的话 比较好用 比较好用 video为什么要加鞋杠 因为它是什么呢 一个鞋 它正常的一个文件名字 是这样子的 正常的一个文件夹的 一个路径 它是这样子的 你为什么要多加一个 多加一个鞋杠 因为是转易啊 正常的一个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是这个样子的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个这个样子的吧 这几个图吧 它是一个单鞋杠 为什么我要多加一个鞋杠的原因 是因为转易字符啊 鞋杠的话是一个转易字符 这个鞋杠 它是一个转易字符 如果说我这里是一个转易字符的话 它会把这个点给它转 这个引号给它转移掉 转移掉之后的话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报错了 报错了 你加个R也行 你前面加个R也行 加个R你是不是出问题了 你用反鞋杠也行啊 反鞋杠 反鞋杠 或者两个鞋杠 因为转易字符的话 就是把后面的一个 转易字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后面的那个字符 转易成 除了字符本身以外 不含有其他任何意思 就它就是一个鞋杠 鞋杠就是一个鞋杠 没有其他的七八八的 因为按正常的话 它是一个转易字符啊 按正常鞋杠的话 它是一个转易字符 如果说我说一说 要一个转易字符 给它把这个转易字符 给它转易一下 能理解吗 有点绕 就用一个转易字符 把这个转易字符 给它转易成 除了这个鞋杠以外 不含有其他的任何意思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虽然说有点绕啊 对鞋杠 转易字符 把这个转易字符 给转易了 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是的 虽然说的是比较绕啊 但是意思是 是这么个意思 就自己把自己 转成了字符 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嘛 但是最正常的话 是应该是把 这个转易字符 把转易字符 给转易成我们鞋杠 有点绕 有点绕 这个东西 我每次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好绕啊 鞋杠也像 也像 也像 翻鞋杠嘛 但我习惯用这个了 习惯用了 习惯了 习惯了 model是指定数据类型吗 model的话是保存方式 保存方式 对是保存的一个方式啊 对啊 自由飞翔 不会是听了我们 几十节课的同学啊 不会是你 对吧 听了几十节课的老学员 不会是你 as是什么意思 as是重命名 重命名 就把前面这些 重命名为一个f 把前 就我们经常看到最多的一个 是什么呢 对吧 有一个 你们应该看到 就是import 我们的一个pandas is 我们的一个pd 你可能看到最多的是这种啊 就是把我们这个pandas模块 重命名为一个pd模块 重命名的一个意思 ok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这是爬取保存我们一个视频的一个内容 报班了吗 没有报班 对吧 没有报班 因为我们讲爬虫的话 来来回回就这几步啊 就这几步 真爱 真爱 好像是没有 不是vip选啊 好像 来这里的话 没有问题的同学 就给老师刷个鲜花 如果说还有不懂的话 你可以问一下哪行 代码不清楚 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爬多个视频了 这一个视频的内容讲解我们就讲解完了 对的 w是写入 b是二进制 你可以看它的一个 看它的一个原文文档 呃 原码啊 看它原码 这个b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二进制模式 二进制模式 w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写入啊 w就是写入 你哪行都不懂 你哪行都不懂 那就要好好学一下基础的知识了 那你就要学一下 好好学一下基础的知识了 对不对 要好好听课了 认诚听课了 每一行的话都是 呃 把大家 对吧 都是把每 每一个都是 每一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都给大家写清楚了 爬取腾讯视频也是这个方法吗 爬腾讯视频 思路是一样的 我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步骤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数据分析的话 你要重新去分析 腾讯视频是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 M3U8的 Headers下面那一行 这一行吗 这一行的话 就是通过我们request模块里面的一个get请求方法 对吧 通过request 模块里面的get请求方法 把我们这个URL 对于这个URL和发送请求 并且鞋带上这个Headers请求头作为伪装 最后的话 用我们这个Response的一个变量 接收后面返回的一个数据 腾讯课堂呢 腾讯课堂也是一个M3U8的一个视频格式 可以爬王者荣耀吗 王者荣耀的一个b值可以爬 老师不会数学的函数 可以学拍什么 可以学啊 我们今天有用到数学的函数吗 没有吧 我们指的函数是什么 编程里面的函数是指封装一个功能块 不是说那种什么XY轴的那个函数 它是不一样的 你找不到Headers 你怎么找不到Headers 在开发的工具里面 你随便找一个它都有Headers 你随便找一个数据包 它都有Headers和UA 任何一个数据包 它的一个UA都是一样的 这个强制同学 没有其他问题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多个视频的一个盘局了 多个视频 多个视频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一下 这个函数和数学的函数没有关系 对 是没有关系的 它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说你说英语不好 英语不好 数学不好 数学函数不好 对吧 可以学编程吗 答案是什么呢 可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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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因为我们英语的话 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单词 而且还有翻译插件 还有翻译插件 再不记的话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写一个中文 然后翻译成英文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视频 对吧 我输入一个视频 你说video我不会打 那你写一个中文 然后进行一个翻译不就好了 回测一下 它就变成了一个英文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变量可以用中文 没必要用中文 变量是什么 变量的话就是 接收数据的 就是自定义的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 是接收你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接收这个东西 说明我们这一块的话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一段内容 你们看到吗 有个等号吧 等号的话是一个负值 就是把后面这一段东西 复制到这个里面 就相当于什么呢 你名字是不是 你这个名字叫什么 叫吃人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微信名叫吃人 说明你这个人 对吧 一个微信名字就叫吃人 你就是给他复制的一个变量 就叫吃人 而且这个微信名的话 你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你想定义什么 就定义什么 对 自定义的 当然你不可能说 写个傻子 对吧 你这不太好吧 像Python 自定义变量的话 你不可以用数字开头 或者说不建议使用 关键字名 作为变量名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为什么要把URL 复制给URL URL是变量 这个URL是一个参数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前面 接收的网址 这个是我们 get请求方法里面的 一个参数 是我们URL的 一个请求参数 就是一个行参 关键字传参 能理解吗 它就是关键字传参 这是关于函数 以及get方法 原码里面的一些东西了 它是有很多个参数的 URL 对吧 这个是请求方式 对 然后Performance 请求的一个参数 然后Data的话 是我们表单 Jason 对吧 也是 Headers 请求头 Cookie 对吧 是我们的一个 用户信息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Timeout 对吧 延时的 对不对 还有我们的IP代理 我们的一个认证证书 等等等等 在这里面都是有相应的 一些参数的 我们这个是根据 它的一个关键字 去进行一个传参 老师能不能演示一下 URL在哪里找的 这个的话 我给大家专门准备了 一个文档 专门准备了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的话 就是怎么去演示 教你们去找URL地址的 怎么去找到 怎么找的 在哪里找的 你们可以去加我们 近期老师去要一下 好不好 这个小天空包容你的 小任性同学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文档了 我已经猜到了 你们有些同学说 老师这个东西在哪里找的 好不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了 继续了 我们爬一个视频 是请求的这一个URL 那我们爬多个视频的话 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 什么呢 分析一下我们想要的这一个URL 它请求参数的一个变化规律 它请求参数的一个变化规律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再换一个视频嘛 换哪一个呢 换这个吧 像我们那一个小天空同学 对吧 不知道怎么找 我再给大家找一遍 再给大家找一遍 像这近同学说 还有的是在哪里找的呢 那也带着大家去找一遍 首先鼠标右键 直接停 鼠标右键 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刷新网页 选择media media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视频播放例子 这个media就是我们那个视频播放例子 然后复制一下这一段参数 复制一下这段参数 然后在我们那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进行一个搜索 回车之后的话 对不对 然后我们选择哪一个呢 选择这个get a moment content 就这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有我们想要的视频标题 和我们那个视频播放例子 就都在这个里面了 就都在这个里面了 人家说我的hides去哪里找呢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hides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hides 然后hides 你所说的一个请求头 就是在这个requesthides里面 这些的话都是属于它的一个请求头 像这个user agent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的 我们今天要的那一个字段 就是用户代理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请求的一个参数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 它两个请求的参数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可以给你们复制一下 然后call back我同样是不要的 这call back我同样是不要的 给它删掉 怎么删的 前面不是有一个king同学吗 说老师怎么删的 就是选中然后删除就好了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的 它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个video id 你进行一个对比吧 有一个是video id不同 老师后面这两个参数都不一样 是吧 这后面这两个参数都不一样 但是的话 这个参数它是一个时间戳啊 后面这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时间戳 时间戳 就是请求网页的一个时间 你可以当做一个什么呢 长量 长量 也就是固定不变的一个值啊 固定不变的值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刚刚请求这个网页 所发送请求的一个时间 你可以百度一个时间戳去看一下 百度一个时间戳 它有一个转化工具的 对吧 然后转换一下 你就知道了 它就是我们刚刚所发送 请求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话 老师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啊 谷歌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所以说我们最终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视频ID 视频ID不一样 只要我获取所有的视频ID 我就能获取 所有的一个视频内容了 那视频ID去哪里找呢 像我们这里是不是ID 这个就是视频ID啊 这个也是视频ID啊 那我们这个URL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URL是不是从我们列表页 点击一下进来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一个视频ID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列表页面 进行一个查询 同样也是通过开发者工具 检查 右键检查 选择Networkout 刷新一下网页 对吧 然后复制一下我们的这个ID 回测一下 它就有了 对 这个是图片嘛 100.gpg的话 是它的一个图片 是它的一个图片壁纸 这肯定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了 这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ID了 是不是 这个VID 就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这么去分析的 ID就是身份证 相当于身份证 相当于这个视频的一个身份证号码 网页的304和网页的连把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状态码 300的话是从 从定向 200是表示请求成功啊 然后Headers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请求的 一个URL地址 请求方式 还有的一些请求的一个请求头 好吧 这样子就可以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内容了 那给大家写一下代码吧 能理解吗 这个知道从哪里去找了吗 同学们 知道了吗 那我们就来写代码吧 那前面这些的话 我们就先给它注释一下吧 注释一下 然后这个URL的话 也放到下面吧 放到这个下面 我就从头开始写啊 Headers 那URL的话 就给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一个呀 改成我们这一个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一开始怎么知道后面是时间戳 你这个怎么说呢 因为它时间戳的一个样子 都长这个样子 都长这个样子 你要看到是16开头的 但凡你是看到是什么呢 16开头的 就这一个 但凡你看到是那一个16开头的 然后一串数字 基本上都是时间戳 都是时间戳 这个是经验啊 它的一个格式是这样子的 就相当于你看到什么呢 3W点多少 点抗 你知道是一个网址 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是个网址呢 因为网址的一个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它是个网址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网址都长这个样子 你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它是时间戳 因为时间戳也长这个样子 老师全部注释是按照哪一个键 Country加斜杠 选中 批量注释 选中 Country键 加斜杠 加斜杠 就可以了 我还知道哪些网址有问题 对啊 这都是你们的经验啊 都是你们的经验 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经验在这里 这也是经验之谈啊 然后一样的 这里的话就给大家稍微写快一点了 因为我们前面也跟他 详细讲解过 发送请求的那些东西了 所以说这边的话 还是一样的 我就给大家稍微写的快一丢丢 对 然后再获取他的一个什么 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这里就获取文本数据了 这里获取的就是他的一个文本数据 就不是什么呢 不是JSEN数据了 因为我们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数据类型 都是长成这一个标签的一个样子 像这种的话 你就是直接获取他的一个文本数据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可以搜索一个VID 那个VID呢 这个我直接复制那一个吧 复制这个ID吧 复制这个ID会好找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VID 就都在这里面了 都在这里面 可以用什么呢 用正则对他进行一个提取 用正则给他提取 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我取里面的一个什么 杠D加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有了 还有很多我们不要的 还有挺多我们不要的 那就不能直接这样子了 那就不能直接取这个杠D加了 看一下他的一个数据ID是来自哪里啊 哪一个ID好取一些 就不能直接用正则的 那就取这一个吧 取他这一个吧 那取他这一个吧 这个的话就稍微好取一些 就根据他的这个去进行一个提取吧 一共是20个 这20个的话都是对应的视频的一个ID啊 用Xpass 用没必要用Xpass啊 Xpass的话要写两行代码 用正则的话你写一行代码就行了 用正则写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Xpass要写两行代码 那我们就导入一个数据 导入一个什么呢 导入我们的一个正则 表达是什么块 Import上我们的一个R1 对 然后用R1点上一个Fundout的一个方法 把我们刚刚这个东西给它直接复制过来 就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数据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这里的话就要加上一个括号 要给它加括号括起来 然后从哪里去匹配 从我们这个Response.tags里面去匹配 那这边的话就用个VideoIDs 给它接受一下 来 给大家打印一下这个VideoIDs 是什么 返回的一个数据 运行一下效果 这样我就可以获取所有的一个视频ID了 就所有的视频ID我就都得到了 都得到了 一得就能得到 那这一个-d加是什么意思呢 -d加的话 它是匹配多个数字啊 匹配多个数字 对 然后的话 Response.tags 就是我们前面得到的一个 服务器返回的一个数据嘛 这张代码的话就是通过 通过我们R1模块里面的 里面的一个Fundout的一个方法 Fundout的一个方法 哎 哦 方法 在我们的一个Response.tags里面 是吧 找寻啊 找寻什么呢 找寻我们这一段数据 找寻我们这个数据 如果说是对吧 然后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数字 就是括号里面的内容 括号 里面的数字内容 是我想要的 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啊 用正则去提取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ID的话 那是不是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那就直接给它便利一下嘛 把里面的一个ID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嘛 For Video ID 好吧 Video ID 英文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英文的Video ID S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把Video ID 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 就把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的话 提取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就一个一个提取嘛 就是使用到了什么呢 使用到了我们的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 直接给它运行看一下吧 就一个个提取出来了 然后的话我们就把 前面这些代码的话 取消一下注释 给它取消一下注释 给它取消一下注释 然后把我们这个ID 给它传到这个里面 传到我们这个URL里面 用一个F 字符算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把我们这个Video ID 给它传进去 那最后这个URL 还是等于这个URL 那我们稍微区分一下吧 这个用一个for循环 直接给它运行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一页的一个数据采集了 就把这一页的一个数据 都给它获取下来了 就这一页 一共20个视频 好 现在已经爬了5个了 对 我们随机点开一个看一下吧 随机点开一个看 我 我怎么随机点开看 就看到的是这一个 有点离谱啊 有点离谱 有点离谱 就很随机 每天需要学多久Person 就能学会啊 每天两到三个小时 每天两到三个小时 只要你用心跟着老子学 每天的话 三四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跟着老子学会了 老师口味重 不是口味重啊 F传入 F是格式化输出的 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方法 不 字符传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这是我们今天采集的一些 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是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方法